無本做老闆 Facebook拿like 創血路 近年來網購成為熱潮 靠社交網站 令成本做專業創業的人不計其數 當中造就了各式各樣年輕人 一常做老闆的滋味 但對創作人來說 在社交網站按like 比創作更難 首飾設計師Tiger 畢業在大一藝術設計學院的 Commercial Design 來應好了解生意上的旺作 但最終都是放棄實體店 而主力網上零售 其實社交網站 主要都是一個認識朋友的地方 可以透過這個社交網站 和顧客做朋友 從而朋友也可以再推介給他們的朋友 所以更容易收集意見 和改善設計技巧 這邊箱有人在社交網站小市牛都 那邊箱有人在門市 跑回去虛擬世界 開店經驗超過十年的Kin和Lennon 去年寫戲商場店 致力在Facebook和Instagram賣衣服 Kin自招由一個科技白癡 不懂得拍照 到每天上了個人照片和產品 到Instagram和Facebook 全是因為那種即時的快感 這兩個社交網站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我猜是觀眾群很不同 在Facebook人們會很細節地看你的細節 即是無論你的衣服、價錢 或者你整個系列是怎樣的 但是在Instagram他們很不同 他們會看那張照片 他們會看那種美感 更多於你那件衣服的功能 那類的東西 在Facebook人們會喜歡那些 在Facebook人們會看起來 好多於你一起看 看你的財產 在Facebook人們會看起來 發生在Facebook人們 來看我 他在Facebook人們 給你一驚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